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王硕的散文 怎么样才能不痛苦不无聊 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晚 不是不困而是不想睡 强迫自己不要睡 我似乎得了强迫症 我很忧郁 因为我总觉得一天什么都没干 就这么过去了 实在不甘心 于是我就尽量延长这一天的时间 我真是个有志气的人 我很欣慰 志气是有了 可是找不到有志气的事情干 我很忧郁 幸好还有个电视 最妙的是还有个遥控器 遥控器真是个好东西 拿着它还真似乎有些上帝的味道 在你阴暗的小房子里 终于有了你可以掌握的东西 不喜欢看 换台 太丑 换台 太平 换台 终于你发现你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失败 我也是这样 可是时间不长 我发现换了半天台 都是些似曾相识的画面 于是我悲哀地发现 我终究还是成不了上帝 上帝是那些做广告的人 你看不到他的人 但是你必须看他的广告 于是我更忧郁了 于是我去问舒本华 舒本华是谁 如果你不了解 没关系 我也不了解 只要了解他 不姓舒就好了 舒本华说 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 处于痛苦的异端 得到满足时 便处于无聊的异端 人的一生 就像钟摆一样 在这两端之间摆动 原来是这样 我有些似是而非 但我还是点点头 我不想让人知道 我其实不太懂 有点丢人 梅兰芳说 舒不可怕 丢人最可怕 我还是点击 你不太懂 我好像以忧郡 成为了 ует不下 人 会 练习 冒 樹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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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